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法治中国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将镜头对准我国法治建设的诸多领域 一起来看看发生在那里的生动故事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岸带资源 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 如何更好地保护海洋资源 依法惩治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就显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请看记者从福建厦门发回的报道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是厦门珍西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这片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素有海上大熊猫之身 它对海洋水质环境要求特别高 但在2021年的5月 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那件至今仍在提起的事情 是海警执法员梅南方最先发现的 他和同事在对一起海洋工程进行执法检查时获悉 为这一工程实施清费作业的一艘书军船 仅用了十多天时间 就把六万多方废弃淤泥清费完工了 这明显不符合常规 它那个施工地点到厦门市的 湾外那个东地临时寝道区的距离 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 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的抛力量 应该是不可能的 这个中间我们就怀疑它存在实行违法的嫌疑了 就有嫌疑的中间 海洋清费是利用海洋自净能力 处置废弃物的一项活动 对实施操作的运输船舶 有着严格的作业流程要求 对这艘实施清费作业的 可疑书军船登林检查后 海警执法员发现 这艘船办理了废弃物海洋倾道许可证 也就是它具有清费资质 请到淤泥 你要在指定的海洋倾道 因为我们相关部门也在这个区域内 其实也划分了一些专门的一个区域 来保证这个海洋环境的一个及时的修复 通常情况下 这样一艘输军船 要想把六万多方淤泥 全部运送到指定海域 并完成清道作业 至少需要一个月 那么这艘输军船 是否按照规定操作了呢 为了进一步查验 梅南方和同事立即调取了该船 在作业期间的航行轨迹 航行轨迹调取后 不出所料 这艘输军船在作业期间 果然没有按规定 行驶到20多海里外的指定海域清费 而是究竟停靠在厦门珍稀海洋物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这更加让海警执法员心生疑虑 是否将这些淤泥请到到保护区 或者说一些不应该请到的海域 这艘可疑输军船隶属某航运公司 面对厦门海警掌握的证据 航运公司负责人不得不承认 输军船没有在指定海域清费 但根据海警执法员的查证 这艘非法清费的输军船 起码跑了40多趟 才把6万多方淤泥全部清倒完 经测算 此次非法清倒的海域地点 距离施工的海洋工程 只有两三海里远 相比到20多海里外的指定海域作业 显然方便很多 可以大大节省运输成本 那么我们海警机构 肯定是要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要尽量地去避免 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违法行为 航运公司的运输成本是节省了 但非法清费的海域非同一般 经厦门海警局 与有关部门最终确认 6万多方废弃淤泥 全部抛进了自然保护区内 且青岛区域又处在 需要格外保护的 中华白海豚栖栖栖栖栖栖栖内 也是生物链如果是破坏掉一个的话 整个生物链都会影响到 然后厦门又是一个美丽的 一个海洋性城市 对于这个生态上面的 海洋的保护 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厦门湾是中华白海豚的 重要栖栖栖栖栖栖之一 早在1997年 厦门市就建立了全国首个 中华白海豚省集自然保护区 2000年 保护区又升级为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 国家集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 12种珍稀海洋生物 在保护区里面的我们的要求 管控措施 保护措施 更会得力 更让它这个家 让它这个家园更加安稳 中华白海豚 是我国海洋鲸豚中 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具有重要的生态 科研和文化价值 这次竟然有船只 在中华白海豚保护区内 非法清费 在厦门海警局看来 性质恶劣 对此 涉案的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 他们并不是要故意这么做 不过这样的说辞 难以令人信服 因为海警执法员很快查明 这家航运公司 此前就因非法清费 受到过一次行政处罚 没想到 该公司竟然再次瞒天过海 非法清费 查清楚案件来龙去脉后 负责承办该案的 厦门海警局 狐狸工作站 先是对涉案航运公司 处以20万元罚款的 顶格处罚 我们海警工作站 作为国家一个执法部门 我们也是从 本着从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要加大对这种 违法请到的一个惩罚力度 按照惯例 对涉案航运公司行政处罚过后 这起海洋非法清费案 就算办理完结了 但此次非法清费案 事发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不光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 也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厦门海警认为不能像以前那样 只是一法了之 非法请到你可能就会涉及到 海洋里面的一个生态的破坏 不单单是一个保护区里面 相应的物种的一个破坏 并且它这个影响不是一时影响的 它是会延续下去的 在长期的一线执法实践中 海警执法员发现 少数航运公司之所以敢屡屡非法清费 除了受利益驱使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违法成本低 因为按照现行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 对海洋非法清费类行政案件的 处罚力度并不大 有些公司或者有些海上坐一船 它觉得这个违法成本 在它可受的范围内 它觉得无所谓 如何加大对海洋非法清费行为的 惩处力度 并有效修复被污染的海域 成为一线海警执法员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依法能动率值 中国海警首次提起公益诉讼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前面也没有相关的基建经验 涉海执法与涉海司法互动 助劳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那我们下门海市法院 率先在司法案件当中 确认了海警机构 就是保护海洋生态的这样一个职能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守护蓝色家园正在播出 面对这次发生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 非法清费案 在反复讨论后 厦门海警区的执法员 有了一个大胆想法 公益诉讼 海警机构是否可以代表国家 向涉案的航运公司提起公益追偿呢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前面也没有相关的基金经验 我们也是本着尝试的这一种想法 大胆开拓 万事开头难 海警指法员梅南方和同事 先是到厦门海市法院沟通诉讼的事 海市法院很快给了积极回应 他们认为厦门海警局的想法 是由法律依据的 2021年2月1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从法律上明确了海警机构 查处海洋清费案件的职权 厦门海警局具备就涉海行政案件 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就是说它是这个海警法出台之后 那我们厦门海市法院率先在司法案件当中 确认了海警机构 就是保护海洋生态的这样一个职能 那也体现了涉海的司法与执法 就是在这个海洋治理体系中的一个良性互动 于是厦门海警局很快就对涉案航运公司 提起了公益追偿诉讼 这一案件也成为了我国海警法实行后 全国首例由海警机构提起的 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法院正式立案后 相关海警执法员都感到很振奋 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开创先河的事情 也开创了这个海警成立以来 第一次公益诉讼的一个先河 也给全国其他海警部门的一些相关执法 提供了一系列的参考和依据 涉案航运公司负责人 原以为20万元行政处罚过后 非法清费案就算没事了 没想到厦门海警又对该案提起了公益诉讼 这让他大感意外 而对于厦门海警局来说 接下来的诉讼也并非一事 官司开打后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公益索赔数额的依据和标准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先论证清楚 此次非法清费 对海洋生态环境究竟造成多大破坏 经过与海洋专家多次沟通 海警执法员梅南方了解到 由于此次非法清费事发 已有一段时间 淤泥受海水重刷 损害难以准确鉴定 这个消息让人沮丧 他和同事只好另辟蹊径 这样的估算相对容易操作 经计算海洋工程方 委托涉案航运公司 用于此次清费作业 所付出的成本费用 总计为128万多元 厦门海警局决定 以此作为公益索赔数额的依据 对于这起全国首例案件 厦门海市法院也高度重视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他们积极组织调节 涉案公司这次也认识到 他们的违法行为 造成了严重后果 就是说 那个 首先我知道了 就是说厦门这边的 生态保护区的范围 然后对生态破坏 造成的这种严重程度 我们今后是 肯定要杜绝这种事情的 再次发生 最终法院调节成功 作为被告的涉案航运公司 同意全额支付 128万多元的海洋生态赔偿金 案件审结后 厦门海市法院建议厦门海警局 利用被告支付的生态赔偿金 设立专项基金 用于中华白海豚的保护 以及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 得到了厦门海警局的积极响应 那契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 就是要探索设立 就是专项生态修复赔偿基金的 这样一个要求 那也实现了这个专项基金的 一个专款专用 二零 海域生态环境向好 中华白海豚频频频出现 巡航执法批拨斩浪 维护美丽海洋人人有责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守护蓝色家园正在播出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厦门西海域的 一个海岛名叫火烧鱼 我国首个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 就建在这里 据了解 被告支付的128万多元生态修复金 将有一部分用于该基地的维护用营 在救护繁育基地 记者见到两只被救助回来的宽门海豚 宽门海豚与中华白海豚形态十分接近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可以 看一下 你好 他可能也是要跟我要吃的 对 你好 你好 这个就跟静怡一样 静怡那喷水 它也是呼吸一样 就把那个呼吸我拿开 呼吸的时候水就会喷出来 很可爱 蔡里波主任介绍说 由于各项保护措施有利 近些年 在厦门湾七夕的中华白海豚 已经很少需要救助了 但是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由于白海豚栖息地位于入海河口和前海地区 这些地方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 极易受到人类活动干扰 通过我们这个海上面的一些生态修复 比如说我们种植红树林 还有包括青衣整治 对于这些比较一击的地方 它拓散它的空间等等 各个方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中华白海豚的生进环境 让它生活得更好 中华白海豚除了因稀少 需要加大保护力度外 作为海洋生态系统 食物链顶端的精类动物 它还是衡量海洋生态环境 是否优良的指标性物种 那就是说这个白海豚生存的状况 直接反映了我们海域的一个 是否良好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针对海域这个生物多样性了 就是白海豚可能会更加活动的频繁 也可能种群会更多一些 对白海豚数量多了 我们见的多了 它生活的情况好了 就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海洋环境 还有它下面的这一切支撑 就在食物链上支撑它的底层物种的 这个生活的好 欣喜的是 近些年 随着海景执法力度加大 厦门辖区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中华白海豚在海中出游的现象越来越多 很多市民都能在不经意间 与白海豚邂适合 在采访期间 记者也非常幸运 目睹了中华白海豚在海中出游 嬉戏的身影 这后 这不后面 这不后面 哎呦 跟着我来了 在那个地方 有得很快 小心小心 坐坐坐 哎呀 今天真是 坐得最好 来来来 坐那 如果追他们他不会跑 是吧 哇 真是浪里白条啊 然后跟我们一起玩 那玩耍是吧 就在你前面 就在你前面 看 看 看 李老师 你看 就在你前面 厦门海警局的执法员也深知 保护中华白海豚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以及建设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洋 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巡航中 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偶遇白海豚 比如说它这个也是一个分向标 它对这一块的水质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我们有发现 海豚在这一块区域活动 说明这一块区域的水质是不错 是天然的一个检测器 为严厉查处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厦门海警局加大了对辖区海域的 常态化巡航执法力度 构建了多层次 立体化的海上防控网络 这是海警执法员 对一艘正在实施清费作业的 数据船登临检查 做什么工程 海舱 海舱那个22到24号 那个新座的码头 数据工程吗 对对对 那个这个工程的海洋飞机物 请到巨购镇有没有 有有有 等我拿出来看一下 有吗 请到巨购镇 请到巨购镇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是每一层都在报备里面 有的会是吧 每天都报了 每一层都报了 除了加强日常巡航执法外 厦门海警局还运用科技手段 打造了海上执法报备智能系统 有利提升了海警机构的 执法监管效能 系统是会实时更新这条船舶的位置 信息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做就是主要是一个可以加强 就是海洋倾倒活动的全过程 全过程监管 防止海洋清费对我们的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执法检查过后 海警执法员也不忘对船主进行现场扑法 最后再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海域是海洋生态保护区 你们一定要在作业期间 严格按照海洋请费规定 按照流程实施在指定区域请费 我们要共同来保护海洋生态 这个肯定的 保护这个海洋环境 应该是每一位公民应激的责任 是吧 作为我们现在搞船的 我们更应该要遵守这个规定的 是的 未整治海洋污染与生态破坏突出问题 从2020年起 中国海警局联合相关部门 连续三年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重点查处非法盗财海沙 非法清费 非法捕捞等违法违规行为 以更严格的执法监管 支撑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刚在节目中看到的 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提起公益诉讼追偿 是中国海警在执法实践中 探索运用法律手段 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一个 生动例证 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手段 护航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就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中国海警局执法部副部长刘德军 刘部长您好 为保护弥足珍贵的中华白海豚 我们看到厦门海警局首次代表国家 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者进行公益追偿 那么这起公益诉讼 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来说意味着什么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在法制领域的重要载体 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作为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 国家行政执法力量 综合运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 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 是各级海警机构的法定职责 对相关违法者提起公益诉讼 是执法部门的一项重要责任 对在白海屯保护区非法清费的不法分子 进行公益追偿 彰显了惩治违法犯罪 与赔偿损失修复生态病重的执法理念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律警示作用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 对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保护资源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海警是我国海上执法的国家队 处理军 而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来说 涉及到方方面面 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那么如何利用好 通过我们的法律手段和法治力量 来发挥作用 习主席强调 法治是国家自理体系和自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 故根本尾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海警作为海上执法的国家队主力军 贯彻法治原则 就是要充分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让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我们积极构建 以海警法为龙头的海上执法法规制度体系 完善执法程序 规范执法行为 严格裁量基准 不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水平 目前在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 海警执法面临着哪些挑战 当前集中大规模违法违规的情况 已得到全面整治 但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 逐渐向散发转变 盗财海沙等活动需于隐蔽 侵占私地 破坏海岛等活动 呈现出小规模零星发生的特点 发现难 防治难 查处难 此外 海洋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涉及到自然保护地 海岛 石油勘态开发等诸多对象 数量大 分布广 与路上相比 科技管海的手段还相对滞后 管控自理成效还有待提升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久工程 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松懈 对于海警来说 充分认清新形势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面临的形势特点 不断优化执法措施 显得尤为重要 确实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它是一个久久围攻的一件事情 它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海警局来说 那么在接下来如何去建立一个 好的保护的成效的机制 特别的重要 在这方面 中国海警局有哪些考虑和安排 2022年1月 中国海警局与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联合制定了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对十四五期间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进行了系统谋划 做出了具体安排 一是保持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打击力度 严密常态监管 强化专项整治 集中优势力量整治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的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海洋生态安全 二是延伸海洋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深度 联合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持续开展避海专项行动 三是拓宽 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服务广度 充分发挥全线设防 全域布局的力量优势 加强海湾滨海湿地保护 强化红树林 珊瑚礁 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现场监管 保障海洋固态作用发挥 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海洋生物多样性得到显著提高 珊瑚礁 红树林等多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都得到了有效保护 未来仍然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 做海洋生态环境维护的参与者 守护者 相关部门则要以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 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助力建设水清暗绿 贪静万美物丰人和的美丽海洋 好 感谢收看今天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法治新正常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中华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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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